如何利用CS3 我们来利用折射片合成照片 首先我们叫两张照片进来 叫进来以后我们利用一张图片 我们选取全部 然后拷贝它 拷贝它以后我们就把它叉叉出去 我们贴在另一张图片上 这样贴上 贴上以后我们利用选取移动工具 来调整它适当的位置 我们调整好了以后 我们调整好了以后 我们就利用 点这个右边之下有一个 遮造选取工具 选取工具选好了以后 我们就利用笔刷 前景色要黑色 我们利用笔刷 来把刷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笔刷的调整大一点 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它刷出来 我们把不要的把它这样子刷出来 我们把它一一一的这样子刷出来以后 比如说像这旁边我们夹使也不要 也一样可以这样刷 万一你刷过头的话 我们可以切换那个前景色或背景色 背景色是白色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刷回来 我们慢慢的这样子来做 做得越精细的话 它就越完美 像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右边这边 我们点显右边合并可见图层 点好了以后 我们点档案 另存新档 我们存为JPGE档 给它一个档名 我们就储存起来 我们储存在哪里 位置找好 然后按确定 这样就是得说 也一方面介绍笔刷 橡皮擦 还有着色片的位置 还有如何合并可见图层 这样就是两张照片合成在一张的做法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